好,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一下时间。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已复活,主啊,我相信有一天,每一个信你的人,我们都要复活,主啊,而今日你也赐我们复活大能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就开始经历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孩子祷告,在今天下午,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啊,你的,你的家当中,主啊,愿你的荣耀彰显在你的家当中,主啊,这家你是我们的仿角石,是我们的元帅,主啊,愿你今天对你的孩子们来说话,我们都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来到你面前来聆听,主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来运行,打开孩子的口,让孩子能够放胆传墙你的道,也求你打开, 每一个听者的心,好叫你的话语种子,种在我们的里面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结果,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好,感谢上帝,今天是复活节主日,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复活节假期当中,可能你会出去走一走,或者在家里,不管如何, 我相信这个,昨末我们看到这么好的天气,感谢神,然后如果有机会出去动一动,走一走,其实也蛮好的,那也很感谢神在这个假期当中,有跟一些弟兄姐妹一起团契,然后我也收到,哇,很多的蛋,然后祝福师母和身体, 对啊,特别谢谢,这位爱我们的弟兄,然后让我们真的是经历这个,满满的营养,还有祝福,然后也吃到很美味的这个,葱油饼,很美味的水饺,哇,真的感谢神,那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当中呢,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来 庆赫她已经复活,我们要来到她的面前,跟我们的家人一起纪念 啊,她的受难,然后也要在今天庆赫她的复活 那,上礼拜我们讲到于月节,于月节是 关乎耶稣的受难,它的高羊的宝血 涂抹在我们的身上,好像我们可以在那日子 于月过她的审判,如同在旧约,当高羊的宝血涂在 在门框上的时候 上帝的审判 灭命的天使就越过去 那在这个礼拜呢 我们在这个家长群 我们也和大家可以做一个 有关淡的 这个部分 看到大家各个家庭都发挥创意 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这是一个 我相信是一个跟家人 一起度过的节日 虽然好像在这个封城当中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在家里面好像疫情封城 没有办法很自由的行动 但是我觉得好像也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学习跟我们的家人 一起来纪念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难 也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还有一些单身的弟兄姐妹 那牧师也要鼓励你 就可以在这个封城当中 我们可以保持彼此的关心 彼此的团契 我觉得是很重要很棒的 因为我们看到上帝 在那一天晚上 好像就是在每一家 每一家 就是要涂高样的保险 要吃愉悦节的晚餐 那我相信上帝要我们 活在住在团契里面 所以牧师特别提醒大家 这个天气允许的状况下面 可以出去走走 然后呢也不要忘记 然后关心彼此 好 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 今天的主题 复活节的主日 好 那首先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段影片 如果你家有孩子的话 请他来到这边 这边有一个影片 应该是他可以适合看的 好孩子们 对 有看到我的荧幕吗 OK 好 那我现在要播出来了 竖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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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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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彼拉多说 耶稣是无罪的 没有理由杀他 我要释放他 可是人们大声喊着说 杀死他 于是彼拉多就叫士兵鞭打耶稣 他们把荆棘鞭的王冠戴在他头上 然后让他背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往山上去 在山上 罗马士兵把耶稣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把十字架竖起来 在耶稣的两天 各有一个犯人也一同背定十字架 那天是个星期五 快到中午时 天空变黑暗了 耶稣的朋友们 悲伤地痛哭起来 那些宗教领袖们嘲笑耶稣 说 你救了别人 怎么救不了自己呀 耶稣却说 父啊 赦免他们 耶稣知道自己就要死了 他闭上眼睛 说 成了 他完成了在世界上的使命 这一切都是出于他对世人深深的爱 耶稣的一个门徒约瑟 把耶稣的身体安放在一座新的坟墓里 又用大石头封住了坟墓的口 这个伤心而漫长的星期五 终于过去了 喜乐的星期天 星期天的早上 几个妇人拿着香膏 调去膏抹耶稣的身体 他们一路上都在想 怎样才能把坟墓外面的大石头挪走 当他们到达坟墓的时候 却发现大石头已经滚开了 耶稣的身体也不见了 有几位天使正坐在坟墓里面 耶稣已经复活了 天使说 你们快去告诉他的门徒吧 妇人们就跑去告诉门徒 彼得和约翰跑到耶稣的坟墓那里 要亲眼看一看 但只看到包裹耶稣身体的布 他们十分困惑 回家去了 后来门徒们聚集在一所房子里 议论所发生的事 正说话的时候 耶稣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们惊慌害怕 以为看见了什么魂 不要害怕 耶稣说 你们看我的手和脚 是我 来摸摸看 魂没有骨和肉 是摸不到的 魂也不吃东西 可是我 现在感到很饿 于是耶稣吃了一些鱼 然后开始教导他们 说圣经里清楚地记着 你们的旧主 尼赛亚必须经历痛苦和死亡 然后从死里复活 从今以后 把你们所看见的 讲给普天下的万民听 让所有人都知道 只要悔改 回到上帝面前 他的罪就能得赦免 我所为你们做的一切 成就了这救恩 好的 我们看到在刚刚的动画当中 好像上帝他成就了很奇妙的事情 我想要问一下 就是说耶稣复活对你来说 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投影片打开来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现场有观众 马上回答说 很重要 好 耶稣复活了 我不知道对你来说 是一个问号 真的吗 还是惊叹号 可能对于那时候的门徒 我们看到说 有些人怎么 怎么 他说怎么可能 或者有些人说 我不相信 或者是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那这只 他士奇的表情就说明了一切 怎么会这样 我不知道复活 对你来说 是一个问号 真的吗 还是说一个金蛋 他说 真的发生了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 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基督到信仰 我觉得就环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而他的受难 他的复活就是在这当中的核心 那从来从来没有人在死后自己 然后重新的得到生命 刚刚在影片当中甚至有人说 这个真的吗 是魂吗 对魂好像就感觉是摸不到 对 是好像可能是自己的想象 或者是 那个是你 无法真的实体的摸到 但是呢 当有人这样问的时候 也说你来摸摸看 那是魂没有骨 没有弱 但是你摸摸看我是有的 而且来看到 手上面还有一点 对不对 大家有注意到吗 有 那一点是什么呢 丁恒 好 我们这边有牛仔美女组 二人组 是丁恒 对不对 耶稣复活 我不知道耶稣复活 对你来说是一个问号 还是一个经大号 但是我想要跟各位说 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就来看 接下来一个短片 我想这个短片也很有意思 那如果你特别喜欢思考 或者是青少年 我觉得也许你可以来看一下 那这个短片呢 有中文字幕 但是是英文发音的 好 所以呢 来看一下 耶稣复活 他是怎么样子呢 有什么样的事实 我们需要了解 需要认识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诶 怎么还在这张照片呢 OK 好的 好的 把它打开来 把它打开来 我来说 好 好 好 我来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跟他讲后就有一群人说是门徒把耶稣的人说走,那这样子他们就带来说是真的,证捧自己的人。 现在真的就是耶稣的人说,对啊,就是他耶稣的证捧场。 耶稣的人看到网络军之后,然后保隆在圣经里面的时候讲,讲了多少人看到这剧。 他只得看了,又给十二个网络军,就给后来多个网络军看。 后来的网络军,然后又给亚瑞,我看那些人很多网络军看他,看他出国。 这些网络军,早知是他死,被帝子之后就都知道了。 他这个都被尽被尽了。 他真的看到耶稣的人,就是本人被帝子之后就看到耶稣的人。 所以很多人在死后真的都看到耶稣的人。 耶稣在死后,死马来后,他们死在,所有人都说他们是看过。 看过这些网络军,是一个确信的事情。 第三个,门徒们都相信耶稣的人。 在耶稣死亡之后,他们过门都不相信这种感覆。 然后他们就很短矩,很害怕,然后想要逃走。 然后,对犹太人的灾亚,我们对犹太人的灾亚。 我们对犹太人的灾亡,我们对犹太人的灾亡。 这是我从犹太人的灾亡。 川祖太人13亿不êter。 所以你说我今天无法 tv过, 看简单的了、 对犹太人的灾亡。 比如说我想重点ine, 但是他们还是全部人都说,我看他们三十个。 对,这是很少的,因为你一直以后一直以后,你会看到这个。 对颅言 的 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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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 鸡 吃 鸡 三 鸡 鸡 鸡 有人是说啊 是立定假说 假假说 幻想说 就骗人呐 不自己想象 对这些 当然这些 当然就是说 对假学界都是 对过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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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想象的 这个人是想象的 因为有些人真的看到 他们有些真正识 他们真的看到耶稣属来的时候,他们就在广边看一看,没有啊,因为耶稣属要来说,他后来不走到,跳到外面走住了,然后再就就看到他一看。 好,接满歌峰了。 好的,我们回到讲道当中,那我觉得刚刚看到这个,这三个事实,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当我在,就是在想说怎么样能够让大家很,能够很快的很, 能够很清楚的了解。那我看到这个短片,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呢,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真的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用各种不同的角度,你会看到耶稣复活。 可能,一开始对你来说是一个问号,或者是一个惊叹号,但是,这是一个呢,事实。这是一个不可抹灭的事实。 不管你透过,啊,各样的方式,啊,去看,好,那,这个都会是一个不可否灭的事实。啊,你会看到说,不同的,啊,证据显示,那个坟墓是空的。 你会看到,在这当中,好像仕途,啊,这个门徒,怎么会在这样子,啊,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好像身边有个极大的翻转,有个很大的改变,他们一定经历过了一个什么样子很特别的经历。 所以呢,你会看到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不是一个想象,也不是一个学说,然后,但是这却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这个事实,对我们来说,他如何影响我们,他如何震撼我们,而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事实。 首先呢,要跟各位讲,这个事实,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但他三天后复活。 那,在这边,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好, 我们可以请宇章,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对,可以打开麦克风,好。 我当日所领寿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一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 却也已有,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仕途看,没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妻而生的人一般,哥林多前书15章3到8节,好,谢谢宇童。 这边我们看到说,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寿又传给你们的,然后我就在这边第一句话,我们看到说,保罗是怎样? 他经历,他领寿的,而他现在怎样?很忠实的传给他的听众,传给他的门徒,所以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耶稣的复活, 因为他在行走的路上,他遇见耶稣,所以保罗他列为使徒当中,他因为他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一个面对面的经历,所以呢,在这边他说,我当日所领寿的,我现在就传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看到吗?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传承的生命,在这当中,若我们已经有经历过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我们不单单是享受这个恩典,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活出来,而且传承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传承下去,好,所以我们来看保罗这边讲说,我当日所领寿,又传给你们,第一个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好多处好多处经文都在讲,耶稣基督那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从我们上礼拜,我们在看旧约这个初埃及记,我们就看到,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已经, 从这个初埃及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设立逾越节的晚餐,已经预表,已经预先,预表,预先告知,预先表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让我们免去上帝的审判, 所以在这边,你会看到说,第一,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 所以你会看到说,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上帝都已经在圣经里面,讲清楚,说明白,而且是预先告诉我们, 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宗教这样子,这么特别的,让一个人的受死, 一个人的复活,很清清楚楚的写在书上,而且预先告知,而且是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没有这样的事情,除了耶稣基督,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他要显给吉法,就是彼得,然后也显给十二使徒,然后又显给五百多弟兄,到如今一大半都还在, 所以呢,这是一个有见证人,在那个当时候是做见证的,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为了我们的罪受死,但他三天复活,这是一个事实, 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事实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我们看到说,在这当中,刚刚的动画当中,你看到说,很多人想要掩盖这个事实, 很多人想要限制,不让人知道,但是呢,世人跟环境不能限制耶稣, 在这边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的六十五,六十六,还有二十八章的第二节, 好,我们可以请宣爱帮我们大声的念出来,好吗? 彼拉多说,你们有看守的士的兵,去吧,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 他们就带看守的冰桶去,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 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 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 好,谢谢,在这边我们看到彼拉多说,你们尽你们所能的把守妥当, 因为犹太人的领袖说,听说有这样的事情要发生, 所以呢,不要让耶稣的尸体被偷走,被挪移,以至于好像成真, 所以呢,跟彼拉多,彼拉多说,好,那就,好,我看守的兵, 那去吧,尽你们所能的,要把这个墓看守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墓呢,是怎样,有士兵看守,很严密的看守, 然后呢,不单单是这样,还有一个大石头滚在这个墓的前面, 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耶稣被埋葬,是埋在一个有钱人的墓里面, 那个墓应该不是很小,然后墓也蛮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大石头滚在这个墓的洞口当中, 所以呢,世人跟环境想要限制耶稣,想要不要让这个事实让大家知道, 想要阻止耶稣复活,但是呢,没有成功,不能够限制, 而撒旦呢,他怎样,他也无法限制耶稣, 在这边有西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好,我们来看一下西伯来书, 请和解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好,和解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而旅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未及失败。 特要未及死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卢谱的人。 好,阿们,谢谢。 撒旦呢,也无法限制耶稣, 在这边我们看到说, 儿女记同有血肉之体, 就是我们,他就是耶稣, 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 而叫释放一生, 因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耶稣基督来, 他的复活就代表了一件事情, 没有任何力量, 任何环境, 任何势力可以影响, 阻止耶稣, 环境不行, 人不行, 我们刚才看到撒旦不能, 我们知道掌管那个死权, 让人惧怕的, 是仇敌在后面, 但是耶稣复活, 他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 他也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 他显明了就是让人, 让环境, 甚至让撒旦仇敌都没有办法来限制, 而耶稣基督的复活, 给我们一个盼望是, 他成为出手的果子,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耶稣从死里复活, 成了睡人, 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其实圣经里面在形容人的死, 很有意思, 常常用这个睡, 睡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睡了会再醒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形容, 有一天我们都会睡了, 有一天我们都会睡了, 但是有一天我们都会醒来, 在这边讲到说,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 出手的果子就是, 它是一个模范, 它是第一个, 所以出手的果子代表之后, 还有没有第二手, 第三手, 次手, 然后就接着这个季节, 要更多的果子出来, 会的, 所以呢, 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他复活, 而是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 我们都会这样, 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世界, 我们都会暂时歇了气息, 但是我们会睡中醒过来, 然后在基督里面, 我们成为跟随他复活脚中的人, 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出手的果子, 他的复活给我们盼望, 我们也要复活, 那在这个当中呢, 复活后的耶稣,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那就要我们看, 在之前呢, 在复活的耶稣, 你知道吗? 在门徒当中, 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 然后竟然在他们的当中发生了, 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子复活, 当然在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有死人复活, 对不对? 我们看到耶稣, 在这当中醒了很多神经, 我们只有看到有死人复活,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自己死了, 被埋葬, 被放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坟墓的前面, 有兵丁把手, 但他却能够从里面出来, 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这样子做到, 所以呢, 在这当中发生了, 以至于他的门徒都讲, 可能就跟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哈士奇的照片, 有的人是问号, 有的人是惊叹号, 有的人可能是什么号, 什么号, 对, 怎么会这样子, 不可思议, 这是真的吗? 所以呢, 门徒就有各种的回应, 比如说, 我这边列了几个, 第一个玛利亚, 她是怎样? 很难过,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她是难过, 然后哭, 她是第一个啊, 第一个去找耶稣, 去在这天刚亮的时候, 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在约翰福音20章的1节, 11节, 12, 13节, 好, 我们来读一下, 我们请萧涵, 萧涵在吗? 今天哈勒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们一起, 萧涵可以帮我念一下荧幕上的经节, 好的, 昔日的第一日清晨, 天还黑的时候, 摩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 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 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 一个在头, 一个在脚, 天使对她说, 妇人, 你为什么哭? 她说, 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 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好的, 我们看到玛利亚在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主日, 天还黑的时候,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时间, 可能是在六点或六点以前, 那天都还没有亮的时候, 这个摩达拉的玛利亚就这样, 来到坟墓前面, 当然我们要看其他经节, 还有可能跟着其他的妇女, 一起到那个坟墓的前面, 然后不见了, 然后当门徒们也来了, 当他回去跟门徒们说, 不见了, 然后我们看到有彼得, 还有约翰就跑来, 当然谁跑得比较快呢, 约翰对不对, 约翰就先跑来, 跑来之后呢, 然后他们看彼得进去, 里面看, 没有了, 他们就疑惑的回去, 那玛利亚就留在那个现场, 然后很难过, 他进去里面看, 然后后来呢,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呢, 就有人来, 然后他说, 哇, 有什么哭呢, 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所以玛利亚那时候的心情是怎样的, 很难过的, 他发现他所爱的老师, 他所爱的夫子不见了, 他非常的难过,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而当中呢, 也有门徒是抱着什么呢, 那个问号, 怀疑, 这个多嘛, 对, 他怀疑说, 诶, 真的吗, 你们都说复活了, 我才不信, 我一定要怎样, 看到这个他手上的这个丁肯, 我一定要怎样伸进去他的肋旁, 我才怎样相信,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节, 约翰福音20章, 24节, 好, 到29节, 我们可以请, 呃, 丽萍姐在吗, 丽萍姐, 可以帮我们念一下这段经节, 好, 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 那十二个门徒中, 有称为底是马的多马, 耶稣来的时候, 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 我们已经看见主了, 多马却说, 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用指头探入那钉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 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 门徒又在屋里, 多马也和他们同在, 门都关了, 耶稣来, 站在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 伸过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多马说, 我的主, 我的上帝, 耶稣对他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阿妹, 好, 谢谢,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多马, 他是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 他说怎么可能, 然后呢, 耶稣第二次在八日之后再显现, 然后耶稣当然知道多马在想死, 他说伸过你的指头, 来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我相信, 愿主今天也对我们说, 不要疑惑, 总要信, 耶稣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愿我们都成为有福的人, 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过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你因看见我才信, 但是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愿我们都成为有福的人, 所以我们看到门徒有各种不同反应, 有难过的, 有怀疑的, 那还有是什么呢, 打问号了, 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不是说不相信, 但是我觉得, 到底怎么发生这个事情呢, 我们看到有两个门徒, 他往哪里走呢, 他往这个, 这个姨玛武师, 往姨玛武师这边, 然后呢, 在门徒当中也有一些人说, 不是很明白, 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 也不太相信,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 我们来看这两段经节, 在路加福音24章11节到12节, 我们请, 就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路加福音24章11到12节, 可是, 今天门徒中有两个人要到一个圈子去, 这个圈子名叫, 马徒是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 他们远路, 谈论所发生的一切, 是正谈论的时候, 耶稣亲自走进他们, 从他们一起走, 好, 谢谢, 在这边我们看到, 还有两类的门徒, 一类是怎样呢, 不是很相信, 不是很明白, 你们看到说, 这个妇女去看到耶稣不在, 然后回去跟门徒们讲, 但是呢, 他们怎样呢, 他们听到这些妇女讲的时候, 以为这些妇女胡说八道, 没有相信他们的话, 所以当他们听到说, 耶稣父皇怎么可能, 他们没有明白, 没有相信, 然后呢, 也看到, 有两个门徒要去一个村子, 姨妈五十, 就是离耶路撒冷11公里, 大概在耶路撒冷西北边, 然后在这路上, 他们谈论一切发生的事情, 他们也很困惑, 当你来看这个对话, 你就知道说, 哇, 他们在聊说, 诶, 你竟然不知道, 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事情, 但是在这谈论的时候, 耶稣就走进他们, 跟他们聊, 然后呢, 我们看到说, 各样的门徒, 他们有各样的反应, 有难过的, 有怀疑的, 有困惑的, 有尚未明白, 相信的, 但是在这一天, 虽然每一只羊, 对于耶稣的复活, 有不同的反应态度, 但是耶稣并没有放弃每一只羊, 他都显现在他们当中, 晚他们回来,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属神的, 他是我们的天父, 他创造我们, 他认识我们, 耶稣不放弃每一只羊, 他当然也不会放弃你, 也许你会说, 啊, 我不知道我还在认识耶, 我还在认识耶稣的过程当中, 或者你已经受洗, 但是有很多事情, 你不明白, 没有关系, 你会发现, 耶稣那时候, 复活的时候, 你知道各个门徒, 各个的反应,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态度, 但是耶稣不放弃每一只属他的羊, 耶稣当然也不会放弃你, 我相信耶稣很认识你, 他知道如何来帮助你来经历他, 他知道你的个性, 他知道你的脾气, 他知道你的思维逻辑, 你的习惯, 耶稣不放弃每一只属他的羊, 他当然也不会放弃你, 他知道你, 你知道当我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其实我的经历有点曲折, 我一开始认识上帝, 我并不是去一个正统的教会, 我是去一个异端的教会, 但是你知道吗, 在这个当中, 我竟然被上帝从这样异端当中, 拣选出来, 然后进入到教会, 开始教会的生活, 然后在教会生活, 上帝又拣选出来, 成为传道人, 你知道吗, 想起来这个过程, 其实真的是很特别, 真的心中真的是充满对神的感谢, 对神的敬畏, 所以你知道耶稣他认得每一只羊, 不管这只羊现在在哪里, 耶稣都会过去找他, 晚他回来, 也许你觉得你好像在天涯海角, 没有人认识你, 但是我要跟你讲, 你是神的羊, 耶稣就有办法, 有能力找到你, 他不放弃你, 也许你自己对自己放弃了, 你会想说, 像我这么难搞的人, 我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呢, 像我这么不容易相信的, 我怎么可能认识耶稣呢, 但是我要跟你说, 每一只羊都是上帝所造的, 他认得每一个羊的脾气, 他会找到你, 就如同耶稣没有放弃在那时候, 各种的这个门徒, 有怀疑的, 有不相信的, 有困惑的, 但是耶稣找他们, 耶稣也不会放弃你, 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今天, 我们明白耶稣复活是一个, 无法否认的事实, 如果你不相信, 反而还不太理性, 如果我们就单纯理性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不去相信这个事实, 反而还不够理性, 那这样的事实,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 复活将在那日, 我们会与耶稣一同复活, 我们刚才前面讲, 耶稣的复活, 对我们来说, 是成为一个这样, 出熟的果子, 既然是出熟的, 就会有继续, 会有熟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 接在耶稣后面, 继续会有熟的, 我们在这地上, 不论活多久, 不论活得如何, 对, 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 我们有一天都会这样, 暂时的睡了, 那我们相信在那一个日子, 我们会与耶稣一同的复活, 在这边有两段经文, 很明明的写出来, 圣经是值得我们相信的, 我们看到不同的作者, 不同的时空背景, 串在一起,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字, 我们来看,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节, 和八章十一节, 好, 我们来请, 江灿, 江灿在吗, 可以帮我们念一下, 好, 这两段经节, 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 站在他面前,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口,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那个不是口, 那个我可能输入法, 没有这个字, 是借着, 好的, 好,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所以有一天我们会与耶稣一同复活, 那在罗马书保罗继续, 这边有讲说,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就是讲圣灵,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看到, 我们在那个日子, 我们的身体会再一次的复活起来, 而那是强壮的, 是荣耀的, 是跟一般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的状态, 是完全不同的, 可能你会想说, 我的身体很弱, 或者我的身体好像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我要跟你说, 在复活的那个日子, 我们的身体是荣耀的, 是强壮的, 所以呢, 第一个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接受耶稣的人在那个日子, 我们知道那个日子, 落后的日子, 其实离现在越来越近了, 我们会与耶稣一同的复活, 所以那是真正的复活, 会有一天我们会, 身体会变化, 会有荣耀的身体, 不朽的身体, 在我们当中, 我们会经历到复活, 而现在呢, 现在我们也可以经历,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圣灵, 让叫死里复活, 等于耶稣的那个神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在今日, 我们也可以活出更新的生命, 所以复活在那日, 我们会有身体的复活, 但复活也在今日, 我们可以活出更新的生命, 好, 在这边,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 我们请洪安姐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洪安姐在吗, 在的, 我把那个打开, 好, OK, 现在听到吗, 可以, 听得到, 嗯好, 所以我们不丧胆, 外体虽然毁坏, 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我们这自占自卿的苦处, 为要,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 永远的荣耀,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 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到十八节, 阿们, 好, 复活在那日, 我们知道有一天在那末后日, 我们会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 但是复活也在今日, 在圣经里面, 我们明明的看到, 我们在现在, 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 保罗这边讲到说, 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 但是我们内心却可以怎样, 一天新是一天, 我真的很喜欢他这些描述, 一天又比一天更新, 一天又更新, 其实在基督里面的生命, 应当是一个一天, 更新一天的生命, 有很多人如果跟我说, 好像在教会久了, 或者是信主一阵子了, 好像牧师, 好像有一些无聊, 或者是好像就是这样子, 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真正跟随神, 跟随基督的生命, 是一个一天新是一天的生命, 是一个好像探险冒险的生命, 冒险的旅程, 在这边我们清楚看到说, 内心一天新是一天, 我们这自战自弃的苦楚, 会不会有难处, 会的, 就好比在这疫情当中, 会不会有不舒服的地方, 会的, 但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在想, 好期待, 好盼望, 可以完全回到过去,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 就这样想吧, 可能会哦, 好期待回到过去, 好期待过去那样子的生活的方式, 但是其实在生命里面, 我们看到, 越靠近那末后的日子, 其实这个世界的变化, 会越来越多, 国与国之间, 天灾, 甚至这个疾病, 疫情, 可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专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我觉得在上一次, 我们在逾越节的晚餐, 我们在用这个无效饼, 除了这无效饼, 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就我们今天待会也会用圣餐, 那无效饼也提醒我们的生命, 是要很单纯的, 是可以专注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你最重要的事情呢, 在疫情当中, 我们很多事都不能做, 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无聊, 你会不会觉得困难, 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 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是这反而是给我们一个很好, 沉淀, 反省自己的时刻, 到底我生命当中,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求神来帮助我们, 能够真正的抓住最重要的, 对我来说, 无效饼是什么呢, 是水和面粉, 好好饼是什么呢, 就是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 那对我来说是最最最最重要的, 求神来帮助我们, 持续的焦点, 专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它是无效比, 我们也要活出这样的生命,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 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所以保罗在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盼望, 放在外面这些事情上面, 你会发现, 这些变化很快, 这些变动很快,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 把我们的焦点放在外面的世界, 你会发现你的喜乐, 你的这个情绪会觉得, 哇,波动很高, 波动起伏很大, 但是如果我们的焦点, 是放在那所不见的, 放在那神的应许, 神的喜乐, 神的平安, 你就能够发现, 我们是能够面对这个变化很快, 震动很快的环境, 因为我们的眼光是定在那, 不会改变的, 是那永远的, 不是暂时的,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复活也在今天, 当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目光, 放在神的盼望, 神的永恒的盼望, 你就会发现, 我们开始可以活出, 一天心思, 一天的生命, 你会开始发现, 你不会被这个外面的环境, 震荡所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操练, 也许这有一天, 疫情会完全过去, 但是我觉得在这当中,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更多的反省自己, 沉淀自己, 求圣灵帮助我们, 省察自己, 到底我生命, 我看中什么地方, 到底我的平安洗流, 有没有被一些, 外在的环境, 悄悄的夺走了,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 沉淀自己, 求圣灵带领我们, 反思自己, 而预备我们下一个阶段, 我相信有一天, 疫情可能会过去, 然后有一天, 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慢慢的开放, 但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预备好我们的心, 来进入下一个阶段, 下一个季节里面, 让我们每一天, 都经历复活的耶稣, 求神来推开, 你生命当中的大石头, 来经历这位, 更新复活的新生命, 在这当中, 可能你会经历到, 你生命有一些石头, 好像挡在你的前面, 你会觉得无能为力, 之所以叫大石头, 我们看到说, 哇, 那个大石头, 挡在这个坟墓的前面, 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大石头, 也挡在, 你要复活的, 你要更新活出, 也更新生命的中间, 你会觉得好难哦, 你会觉得说, 我真的很想要经历那, 每天都充满喜乐平安的生活, 我好想要经历, 我跟我的配偶, 那个关系可以更好, 然后那个关系, 可以进入一个新的, 一个平安里面, 新的喜乐里面, 我好想要跟我的工作的伙伴, 跟我在学校里面, 我可以面对这些挑战, 我好想要摆脱那些不好的习惯, 那个可能是我的生命中的大石头, 挡在前面, 也可能是我对服事, 或者对于见证的害怕, 说要跟人分享福音, 要讲耶稣, 怎么讲呢, 要怎么讲呢, 不知道该怎么讲, 我知道的很有限, 但是呢, 有各样的大石头, 可能都在你的生命里面, 挡住你要出来的那个通道, 我不知道你的大石头是什么, 是不是有可能是夫妻关系, 有可能是工作学校的挑战, 或者是个人生命有些不好的习惯, 或者是你对服事, 或多做见证的害怕, 或者有其他点点点, 可能你我都有一些大石头挡在前面, 但求神来帮助我们, 今天是复活节主日, 我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 然后呢, 大石头被推开, 耶稣出来, 然后呢, 在这当中我们看到, 那个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一天, 心事一天的生命,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现在, 我们每天也开始经历这位复活的耶稣, 我们知道在那日, 我们会与耶稣一同复活, 但是在今日, 我们也可以复活, 我们也可以经历更新的生命, 在路加福音这边, 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 这边我们刚才有看到了, 所以我们不上胆, 外体虽然毁坏, 但内心却一天心事一天, 而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五到六节这边, 这边讲了一句话, 父女们惊怕将脸伏地, 就是在父女们去那个坟墓的这个状态, 那两个人对他们说, 就是天使,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已经不在坟墓里面, 他已经不在这里, 他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那位耶稣爱我们, 为我们受死的耶稣已经复活了, 上帝的大能在他的里面彰显, 他增开这些一切的捆绑线子, 他已经复活了, 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话都是实在, 都是真的,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经历这位复活的耶稣, 他今日就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带导, 他的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带领我们,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耶稣, 复活的耶稣是我们今日可以经历的, 是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挡在前面的大石头, 是可以出来的,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牧师有三个祷告, 给你在这个礼拜有个行动的操练, 你告诉神, 挡在你前面的大石头是什么? 是夫妻的关系? 或者是在学校, 在工作当中的困难? 或者是你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些习惯? 或者是你在当中有些情绪? 我不知道你前方的大石头是什么? 但是如果有你告诉神, 第一个祷告你告诉神, 你那前方的大石头是什么? 因为上帝有能力可以推开, 你告诉神, 那个大石头是什么? 在祷告当中, 你可以很诚实的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前方的大石头, 可能我有害怕, 我真的不知道跟人怎么分享, 我每次要跟人分享耶稣, 我都觉得, 哦, 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觉得有种害怕, 求神来帮助你, 你把这个大石头告诉上帝, 说上帝, 我好想要成为你的见证, 我好想要跟人可以很自由地分享耶稣, 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会害怕, 我会紧张, 但是我把这个大石头交在你的手中, 求你来帮助我, 第二个祷告就是谁啊, 你要宣告, 说那个老我已经死了, 那个老我已经死了, 那个老我已经死了, 我们要宣告老我已经死了, 如果你今天已经受洗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说老我已经死了, 当我受洗的时候, 我的老我就已经与耶稣同死了, 当我从水里出来的时候, 我的生命是新的生命, 我与耶稣基督会一同复活, 宣告老我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事实, 宣告老我已经死了, 不要让老我还继续从十字架上下来, 第三个, 求圣灵充满你, 让你有力量走出坟墓, 成为见证, 你知道当这些门徒, 他们经历到耶稣的受难, 然后耶稣复活, 他们有很多的问号, 很多的惊叹号, 但是在这当中呢, 耶稣一个一个找他们, 然后耶稣也跟他们说, 你们要一起祷告, 然后让这个神的灵在你们当中, 你们就有能力做我的见证, 所以你知道吗, 这是成为基督徒一个非常大的应许, 还有盼望, 所以以至于你会看到那些本来困惑的, 害怕的, 没有相信, 不明白的, 他们之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翻转和改变, 因为他们经历到, 哇, 那位耶稣真的复活了, 而那位耶稣所应许会有圣灵临到他们的里面, 他们真的经历到了, 所以他们就有力量成为见证, 所以求圣灵充满你, 赐你力量, 能够让你走出你的坟墓, 宣告那个老我已经死了, 你可以靠着神的灵走出那个坟墓, 成为见证, 所以三个祷告, 第一个, 告诉上帝你的大石头是什么, 第二个, 宣告老我已经死了, 那个过去的我已经死了, 死了就是怎样, 没有活动了, 常常宣告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我身上, 那个老我已经死了, 我已经与耶稣好像同定十字架了, 他为了我的罪父亲代价, 那个老我已经死了, 第三个, 求圣灵充满你, 给你力量, 不论你前方的大石头是什么, 你都有力量, 能够走出坟墓, 成为见证, 耶稣为我们赴上一切, 我们能为耶稣做什么呢, 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见证, 所以呢, 在今天的复活节主日, 牧师要跟各位分享, 耶稣复活是一个事实, 而我们也都会复活, 在那日我们会复活, 但是在今日, 我们也可以经历复活更新的生命, 求神推开你生命中的大石头, 让你可以经历你的生命, 是一天新四一天的, 让你可以走出坟墓, 成为世人的见证, 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 这两段经济, 我们就要做一个结束, 我们请萧荣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还有以佛所书三章十六节, 好的牧师,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以佛所书三章十六节, 求他安着他分身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保罗在那边, 有一个很棒的描述, 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所以我们再次宣告, 老我已经死了, 是我现在活着, 是因为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而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为信上帝的儿子而活, 这位上帝的儿子爱我, 为我舍己, 在以佛所书三章十六节这边讲,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我们之前上礼拜有讲, 这位上帝Elsha Dei的神是什么呢, 是丰富的, 是好像母亲在儒养孩子, 丰富儒养他孩子的, 这位上帝是如此丰富, 借着他的灵, 在我们的里面, 叫我们的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不论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石头, 挡着你每天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 但是我们可以在现在, 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 告诉上帝, 你的大石头是什么呢, 什么是阻挡你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 你是不是感觉到每天的生活无聊, 你会不会感觉到每天的生活被恐惧所充满, 你会不会感觉到生活越来越不容易, 心里面越来越不容易, 那我要跟你说, 那不是上帝要你活出来的生命, 上帝要你活出来的生命, 上帝的应许是一天会心事一天, 如果你发现你没有办法, 那你可以跟上帝说, 到底什么挡在我前面, 是恐惧, 是怀疑, 是害怕, 是对有一些东西想要挣脱, 但没有办法挣脱, 对有些习惯想要放下, 但放不下, 有没有什么是你的大石头呢, 告诉上帝, 然后第二个呢, 宣告老我已经死了, 那个救我已经死了, 他没有任何的权力, 没有任何的力量, 那个已经死了, 第三个, 求神的灵帮助你, 充满你, 赐你力量, 走出坟墓, 成为见证, 上帝要我们都成为生命的见证,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职场, 在我们的邻居当中, 成为见证, 成为见证, 不容易, 特别在这个时候, 人和人的距离, 好像保持得很远, 很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 上帝一定会开一条恩典的道路, 在我们当中, 今天我们要一起, 领受圣餐, 在那边, 我好然后, 我们开始说,